Hello,我是Sheryl,今天来这个商场里面的Best Buy退个黑五买的货 突然发现居然开了一家好大的迪卡农 那就突如其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逛一逛吧 这家店应该是开了一两周左右,特别特别的新 哇,这个Lagging里面都是毛,我好少在加拿大见到这样的 而且还是个男装,不错不错,非常保暖 迪卡农呢一直都是真的平价中的战斗机 各种东西都有,这个雪库60块钱,而且是男装的 这边有90块的,也是很划算吧算是 不过我不划雪我也不太懂,全部都是运动装备 在加拿大这个市场来讲,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前面这个Slay好像在做特价,到处都放着 40块钱,比我之前买的贵一些,但是也比我买的高级好多 这是个刹车还是什么吗 这边是一些服饰区,我觉得这家店可能是我没有好好认真逛吧 一直在拍视频 分区感觉有点乱 哎,这个是暖宝宝耶 手上的还有衣服上的暖宝宝是吗 这个是7块钱,上面这种贴着的应该是 它是画了个衣服在上面 13块钱有10片 这个价格我觉得算挺不错的 可以冲 这边这些帽子也是做特价,大家认准这个红色的牌子都是在on sale的 10块钱8块钱,这个雪库也是45块钱 这边是鞋子 这区也只要30块,里面全部都是毛毛 换说我之前视频很多人都说 哇,加拿大衣服鞋子这么难看 但其实保暖最重要啊,毕竟保命要紧 哇,这里还有骑马马术类的服饰跟用具 这个头盔高级了,是起码用的 这边就是钓鱼类的分区 还有这里呢,就是一些野营区 它的这个在做特价中40块钱,是一个折叠的桌子 非常方便,还有一个把手 我觉得这个可以买 其他的都是一些野营的凳子呀,还有那些用具 反正我就不太理解 你看野营这边吧,旁边它又有放一个这个 就是雪里面走路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叫啥 就感觉稍微有一点点乱乱的 也可能是我自己没搞清楚了 但反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都逛逛看吧 这家店还挺值得逛的 这边是自行车区,这个250块钱被买空了 走到这里,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是如果你要登山或者是去外面,就是户外活动 拿来背着你的小孩的,把它背着 然后让小孩坐在上面,就可以跟你一起爬山了 而这边呢是一些,我不知道这个是溜冰鞋 还是冰球鞋,反正底下有冰刀的 运动器材去,但它呢同时又卖衣服 所以我真的有一丢丢搞不懂 但我自己呢在这里看到了好划算好划算的衣服 里面还有一点小融的,只要12块钱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有没有 就是这一件了,真的还可以吧 我觉得 这家迪卡农在Martville Mall 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住的近的话 可以来逛逛哦 我知道还有另外一家好像在Vaune 但那一家我从来没去过 另外一家在Scarpana Center的呢就太小了 所以我后来也没去 喜欢这类视频记得点赞关注转发跟收藏哦 我们下期见,拜拜